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呢 就是这个保护计划 以及这个灵活性法案 这个灵活性法案是6月5号 国会就是通过的一个新的规定 首先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内容 第一个呢 我们要先探讨这个新的截止日期 就是这个PPP贷款申请的新的截止日期 以及呢 这个灵活性法案的新的规定 以及最后呢 我们来讲解如何要申请这个贷款宽数 首先呢 这个新的截止日期 原来呢 你是必须要在6月30号 今年来申请这个贷款 PPP贷款 那在7月4号国庆节那天呢 总统将这个申请的截止日期 延长到8月8号 所以还没有申请贷款的人呢 现在还来得及去申请贷款 那再就是让大家清楚一下 最高的贷款金额为1000万美金 那利率呢 那利率呢 为1% 那你最高能够贷款的额度是根据你的平均月 每月的工资乘以2.5倍计算 所以呢 如果说以2019年来讲 你的平均月工资发给你所有的员工为1万块的话 那你的最高贷款额度就是1万 以10万块来作为这个贷款额度的计算 另外呢 除了这个基本的10万块每年的薪资 你还可以再增加这个员工福利 包括替员工付的这个医疗保险 还有这个退休账户的储备金 还有这个州以及地方的税 你都可以再加在这个10万美金每人的上限上头 如果你是独立经营者 就是你是一个自己雇用者的话 你在报税的时候 你报这个Schedule C 那你的贷款额度将会根据你2019年的Schedule C 在你如果看你2019年的Schedule C的第31行 那就是你可以申请贷款的最高额度 那如果你的那一个第31行是超过10万块美金的话 那你就最多只能以10万块除以12来算你的 每月的平均收入 那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说除了薪资以外 你可以再加员工的健康保险 以及退休计划的公款 以及这个州以地方的薪资税收 如果你是一个合伙 如果你投资的企业你是一个老板 那你的公司形态为一个partnership 所谓一个合作伙伴的形态的话 那你应该每一年都会从公司收到一个K1的表格 那你能够贷款的额度就是根据你K1上面所显示的这个收入的数字 如果你的K1上面你的收入是1万块美金的话 那你能够借贷的数字为1万乘以2.5 但是也是同样的你不可以超过10万块美金 最高只是在必须维持在10万的上限 那如果说在这个K1还有一些特别的扣税的项目的话 你必须要把这些收入这个K1第一行或其他行的收入扣掉 这个其他像179以及这个未偿还合伙人的费用 你要把它扣除掉 然后最后呢你算回来的数字要再乘以0.9235 那才是你可以贷款的额度 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跟你探讨一下这个6月5号 所通过的这个法律这个弹活性法案的变化 一些新的规定 第一个呢就是原来在这个PPP专案刚出来的时候 你的所谓的涵盖期或者我们所谓的宽恕期 forgiveness period或者cover period为8周 那这个6月5号通过的法案把8周延长为24周 那年薪呢上限人外为10万块 所以每一个员工最多你能够申请宽恕的这个薪资为10万块 可是10万块是年薪 所以呢如果在你申请这个豁免的时候 你是以8周 因为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8周或选择24周来为你的宽恕期 如果你选择8周的话呢 你每一位员工可以申请宽恕的上限为15,385元 那如果你是以24周来为你的宽恕期的话呢 那你每一位员工的上限为46,154元 所以你要选择8周或24周 对你可以申请豁免的这个贷款额度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呢刚刚所讲到的只是薪资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是用8周来讲的话 15,385元 你可以15,385元 再加上你替员工所付的医疗保险 以及退休金 还有州以及地方的工资税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自雇者呢 那你的薪资的上限就为28,033元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 你的公司形态为一个小型公司企业 我们所谓的S Corporation 那因为你如果是S Corporation的股东 你的能够申请豁免的金额 是根据你自己的薪水 如果你在2019年 你的S Corporation 这个小型公司没有付给你自己薪水的话 那在申请豁免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问题 因为你的K1并不能算在被豁免的计算里面 只有S Corporation 你的小型公司所付给你自己的薪水 可以算在你的这个豁免的计算程式里面 那现在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Beggy 它是一个独资经营的公司 那它在2019年 它申请了这个 它报的是一个S Schedule C 还有刚刚要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你的申请是根据你2019年的S Schedule C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独立 独资经营者 而你还没有报2019年 你的税 你的Tax Return的话 那你还是必须要先把这个税做完 有了2019年S Schedule C 你才可以去申请这个PVP 那在这个案例呢 就是它是一个独资经营者 它2019年的S Schedule C上面呢 它的净收入 第三条是10万块美金 它没有任何员工 那它可以豁免的最高额度 只有28,833元 那就是以10万块除以12个月 乘以2.5 那如果说它在这个 它用8周为它的宽数期的话呢 它能够豁免的额度为15,385 然后当然说 可能大家都还知道说 这个你在申请豁免的时候呢 不只是薪资 你还可以要加上你的房租 你的利息 还有你的水电费 所以在这个案例里呢 它的最高薪资 可以豁免为15,385 再加上房租利息或水电费 那如果说它房租利息 水电费只有3000块来讲呢 那它最多能够豁免的话 就只有18,385 可是呢 如果它用24周为 这个豁免期的话呢 那它可以申请最高金额 就为28,333元 所以选择8周或24周 就是对你可以被豁免的金额 有很大的影响 那另外呢 还有在这个6月5号的新出来的法案里面呢 它有在提供更多的说明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 Schedule C 刚刚讲的自雇 独资者或者是你一个 Partnership的合伙人 或者是你一个S Corporation的股东的话呢 你这个公司或者是自雇者 付给自己的健康保险 并不可以包括在 申请这个豁免的数字里面 还有呢 如果你是自雇者 或者是你是公司合伙人 Partnership的Partner 你的这个退休金 也不可以包括在这个 申请过免的数字里面 那另外6月5号通过这个法案里面呢 还有就是有刚刚讲到的 这个自雇员的这个最高上限为 20833块 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常常被问到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以举例来讲 我的这个宽数期是到6月30号为止 可是呢 我的水电费是每个月的15号角 所以呢 在我7月15号角的水电费里面 包括了从6月16号到7月15号的水电费 那我7月15号付的水电费 可以包含在这个申请宽数的金额里面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你可以以7月15号付的水电费的一半 来包括你 来包括在你这个申请宽数的免税额里面 所以刚刚就讲了 就是我所谓的提示案例 就是在这个这上面就是说 你的宽数期 4月15号到这是另外一个案例 它的宽数期为4月15号到6月9号 那是这个8个礼拜 然后呢 可是它的电费是7月10号到期 所以它7月10号才缴 那它可以做我们所谓的一个Poration 就是一个计算 就是把这个7月10号付的电费呢 哪一部分出来 就是6月1号到6月9号的那一部分 是可以豁免的 那大家比较还要注意的就是说 当然政府是希望说拨款来帮助小型企业 能够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那它当然任何的法律出来都是必须要 确保大家不会滥用这个经费 所以如果说有任何的企业 有夸大的费用 如果说你并没有这些支出 然后申请了贷款 然后拿这些贷款去 花在不应该花的地方呢 如果这个政府发现的话 最高可以罚款到25万美金 或者是100万美金 如果说变成是一个联邦的 这个一个fraud的一个 或者是如果说你这个 这个是一个变成银行的案例的话 最高这个罚款可以到100万美金 或者是呢 你可以监禁5年 那如果同样的 如果这个贷款是经由银行的话呢 最高监限期间可以到30年 然后呢 这个新的6月5号的法案呢 它也改变了这个还款的期限 那如果你是这个PPP 是在6月5号之前批准的话呢 你的还款期间还是两年 除非你要你去跟银行去商讨 说把这个还款期限 从两年增长到五年 可是如果你的PPP 是在6月5号之后批准的话呢 那你的还款期限就是自动为五年 那这个利息还是很低的 一个百分比 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申请贷款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申请 因为这个即使说 你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 所有的贷款都测到豁免 你必须要偿还 在这个五年时间 这个一个百分比的利息率 还是相当低的 那另外呢 这个6月5号的法案 也是提供另外一个优惠 就是说 如果你有PPP的话 你还是可以受到这个 推后延缴 你这个薪资所得的这个 这个deposit 所以呢 像说如果你是雇主 你根据你的薪资 你每个月 或者甚至每几个礼拜 都要跟国税局预缴 你的跟员工收的这个 医疗税跟安全税 那如果以前在旧的法案 是你不能推迟眼角 那现在就是说 即使你有PPP 你还是可以推迟眼角 就是说 从3月到12月31号 今年这期间 所有的这个员工所的税 这个金资税 你可以一半延后到 12月31号2021年去缴 然后剩下一半是到 12月31号2022年去缴 那在这一边呢 我就是有写下了 大概几个最重大的改变 就是说在6月5号法案之前 刚刚法案之后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可以 我最后会有我的联络方式 你可以跟我联络 我可以把这个资讯跟你分享 那再来呢 我需要探讨的就是说 如何申请豁免 现在你的 已经过了八个礼拜 或八二十四周的 这个豁免期 那你现在已经全都用完了 那你也决定跟申请 跟银行申请豁免 那你所需要注意的是 哪些项目呢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要确保你的贷款 能够全额豁免的话 你必须要确保说 你的这个全职员工的人数 并没有减少 那第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有两个方式来 为基准 一个是看你2019年的 所有全职员工 如果你2019所有全职员工 为100人 那你就可以以那个为基准 或者是看你从今年 2020年1月1号 到2月29号这段期间 你有的全职员工人数 为多少 如果说你1月1号 到2月29号 今年全职员工为80 比去年2019年少 那你当然是以少的为基准 所以你可以以80为基准 那你在这个豁免期间 如果说你的豁免期间 是从4月1号到6月30号 那你就必须确保说 在这个4月1号到6月30号 这段期间 你的全职员工人数 要维持一样 至少要80个人 那是第一个规定 第二个规定是呢 你的员工 如果他的年薪资 低于10万块美金的话 那你必须确保说 他们的薪资 并没有低少超过25% 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员工 如果他的年薪 2019年的年薪 为8万块来讲的话 那你在这个豁免期间 你必须要付给他至少 8万块乘以75% 以年资来计算 那还有几样是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 达到全职员工人数的标准 是有几个方式 是可以让你 可以不受罚款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其实刚刚回到 刚刚的案例 如果说你的 货免期间是 4月1号到6月30 可是在这段期间 你的全职员工人数 不到80人 如果只有60人 那你可以再等等 可能就是只要到 今年12月31号之前 你可以恢复到 80个全职员工的人数的话呢 那这样子 你就不会被罚款 你还是可以 被你全部的贷款 可以豁免 那另外呢 还有几个 我们所谓的安全条例 就是Safe Harbor 就是说你不会被罚款 如果说你 其实你的员工人数有少 可是呢 你有邀请员工 回来上班 员工拒绝回来上班 或者说要求 减少小时数 因为他们觉得不安全 或者是家里 有事情的话呢 那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 你豁免的条件 另外还有就是说 如果员工 自愿离职 或者是说 你必须 把员工开除 因为他的 工作的 状况 不符合你的标准的话 那也是可以符合规定的 那并不会影响 你的人工元素 那最后呢 就是如果说你 没有办法 恢复一样的 员工人数 因为政府的规定 比方说 现在CDC 有要求大家 要保持六次距离 那如果说 因为公司的 办公室的 这个面积太小 那以前 这个一个办公室 可以做三个人 现在只能做一个人 那所以你并没有办法要求 所有员工回来上班的话 如果是因为这个关系的话 你也不会被罚款 你还是可以把这些 你还是可以当作 你有维持这个 员工人数的水平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你在申请 这个豁免的时候呢 如果说很多的企业 就是他们在 拿PPP的之前 或同时他们已经拿了 这个EIDL 那呢 这个EIDL呢 在你申请PPP 或者PPP下来的时候 他直接就 把它合并为一 那 比局方来讲好了 我们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 一个公司 他已经拿到EIDL 一万块 那之后呢 他又拿到PPP 九万块 所以呢 全部呢 他是拿到了十万块 可是呢 在申请豁免的时候呢 他只能申请豁免九万块 因为这个 虽然这个 他最后签PPP 这个贷款的这个 协同和约是十万块 包括这个EIDL 可是呢 这个真正可以豁免的 必须先把EIDL 那一部分给扣除掉 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准备好 要申请豁免了 那有 你有两个表格 你可以填 第一个是3508 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表格 它是11页的表格 非常的复杂 而且他这个表格里面 有包括了一些计算 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要准备 以及提供给银行 所以呢 这个如果说不需要填 大家是不需要填 等一下我会来跟大家讲解 另外一个表格 是我们所谓的EZ 一个比较短一点的表格 它只有三页 而且根据大家说 根据SBA的说法是 这个EZ 3508 EZ 其实如果要填的话 应该不超过20分钟 就可以填完 所以 如果你符合填这个 3508 EZ的表格的话 我会强力的建议 你就填这个3508 EZ 那在你提供这个申请表格 以后呢 银行有60天的时间 来回复你 来让你知道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豁免 那另外呢 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的是说 当你提供 就是跟银行申请豁免的时候 你所必须要提交的文件 就是银行可能会要求看的一些文件 就包括了工资记录 因为在你的这个申请豁免的 申请表格里面 你必须要跟告诉银行说 在这个覆盖期间 这个豁免期间 你付了多少薪资给你的员工 所以呢 他们会要求你看的是 94E表格 以及所谓州 像加州有州的这个 工资表格报告 那他们会要求看 那另外呢 银行也要看说 能够确定说 你们这个钱 是从你的公司的 银行账户付出去的 所以他们可能会看 银行的这个 Bank Statement 这个账本 以及如果说是用支票发的话 可能会看这个 已取消的支票 上面有这个 收到支票人的签名 除了工资记录以外呢 他们也会要看说 一般是在州或联邦的这个工资税的这个申请表上面 有提供正正这个全职员工人数 所以他们也会要求看那些表格来确认你的全职员工的人数 是不是正确的 那另外呢 在这个非工资费用的方面 包括你的利息以及电费 还有你的这个房租 他们也会要求看 像如果说是贷款利息的话呢 他会要求当初你们贷款的这个合约 然后以及你付款付贷款的证明 就包括如果说是已经用支票付的话 就是这个以及取消的支付 或者是如果是自动转账 就是银行的账单 那另外还有租金的话 就是会银行会要求看当初签的租约 还有以及付款的证明 如果用支票一样 也是看已经取消的支票的负本 或者是银行直接汇款 就是银行的账单 还有呢 就是这个如果是电费的话呢 也是会看这个电费的支票的贩本 或者是银行的账单 那所有你在申请豁免的时候 在这个申请出上面 你必须要签名 而且你必须要证明说 你所提供的文件都是正确的 而不是造假的 而且你所有申请贷款的钱的金额 都是用来支付 所有合乎规定的费用 那就是当然说在银行看过以后 已经告诉你 你的贷款可以豁免了 你最好还是把你所有资料保存六年 因为SBA他有权利在任何时间再回来 来要求审核你所准备的资料 那现在呢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 我刚刚提到的3805EZ的表格 刚说了这个表格非常的简单 只有三页 那谁可以用这个EZ的表格 第一个是说你没有员工的这个自雇人士 刚刚也提到了 如果你是一个Schedule C 你没有另外的公司 你File一个Schedule C 那你也没有任何的员工 你就是自己一个人 那你就符合用这个85 3805EZ的表格 或者第二个状况是说 你有员工可是在这个豁免期间 或覆盖期间 你并没有给员工减薪超过25% 就是说你可能减薪了10% 那是没有问题的 你没有减薪或者是你也没有你的全职员工人数 没有减少 你原来就是10个员工 你还是保持10个员工 如果在这样状况下 没有减薪或者是 并且没有减少全职员工人数的话 你就符合用这个3805EZ的表格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你没有减薪 就是你有所有的员工 你至少就是付给他们原薪的75% 可是呢你有少员工 可是你的全职员工人数减少 是因为你可能是因为政府这个CDC的规定 因为你必须要求这个规定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所有员工都全部请回 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也是没有问题 你还是可以用这个3805EZ的表格 那你就是记得这个3805EZ的表格 你不用提供任何的计算 你只要提供数字 可以就不会看到他们的资讯 那第一页呢 其实上面就是很 这个申请公司的这个基本资料 第一个你要写公司的名字 那如果有DBA的话就要写一个DBA 然后公司的地址 以及ID还有这个email或者是谁是主要的联络人士 那当然你如果有申请SBA loan的话呢 你就会有一个这个loan number 有一个号码 你就必须填到这边 还有这个amount 如果说你的贷款额度是5万块 你就填在这里 还有你这个什么时候贷款下来的 你也是必须要提供 还有呢最重要的这一点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你的全职员工人数不能低于 所以他会有两个问题 在这边一个就是 全职员工人数在你申请贷款的时候 全职员工人数为多少 然后你在申请这个豁免的时候 全职员工人数有多少 然后另外呢 还有就是你如果同时也拿到EIDL的 这个loan这个贷款的话呢 你收到是多少 还有EIDL它的号码 那再下来呢 你必须要提供你的这个薪资是什么样的发 发饭方式是每一周发 还是每两周发 一个月发两次 还是一个月发一次 那再来呢 这一点就是所谓的涵盖期间就很重要 你选择八个礼拜 或者是二十四个礼拜 你就是要在这边提供 那如果说你的贷款额度超过两百万的话 你同样的要这边打个勾 那再下来呢 就是你的这个豁免的计算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我这个客人呢 他因为只有两个员工 所以他的基本 他的薪资是四万一千六百六十六块六毛七 然后呢 他的在这个 他是选择八周为覆盖期间 就是宽数期间 所以他的在这八周 他付了六千一百一十九块的房租 以及两千五百八十三块的水电费 所以呢 他所有的这个花费为五万三百六十九块八毛七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行数字就是把上面的四行数字全部加起来 那他在他申请呢 因为他当初申请的是只有两个员工的薪资下去申请 所以他的贷款额度为四万一千六百六十七 那这个呢 也是这一点是六月五号法案出来的 就是说在六月五号之前 他们是规定你说PPP贷款百分之七十必须用于这个薪资 那后来六月五号的法案把它调降为百分之六十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第七行他的计算就是说要确保 你的所有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合乎规定的费用呢 至少百分之六十是发放在员工 所以他就是以第一行这个薪资除以百分之六十 那就是以这个计算来讲 就是说不管我们贷款额度为多少 至少六万九千四百四十必须释放 就是百分之六十是这个这个上限 这个可以宽数的上限 那就是这个薪资除以百分之六十 那最后呢 就是你再看你数字算来第五行第六行第七行 以最少的为为基准 那因为说我的客人呢 他全部这段时间他花了五万块 可是呢他的贷款只有四万块 所以他最多能够宽数的也就只有四万块 那如果说呢 我的客人他今天他指非常小额的数字为薪资的话呢 有可能这个第七行的数字就是低于他的贷款额度 那你就可能会被限制在这个第七行算出来的数字当中 那再来呢这个其实就是easy form里面呢 就是你easy表格里面你所提供的数据其实就只有在这里 那第二页你所要填的呢 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initial 你的名字的第一个的字母把它填上去 那这些是要做什么用 就是他的用意是说是希望说这个申请人 他们必须要证明说他所有的钱是用于合法的 是应该用于这些薪资啊 房租啊水电 然后呢至少百分之六十是花在薪资上面 他的这个薪水没有超过这个 如果是自雇者的话没有超过两万八百三十三块 然后呢如果他另外最重要的这一点就是说 这个贷款金人贷款人他并没有减少这个薪资水平 员工的薪资水平以及这个减少人工人数 就是在1月1号到3月31号这段期间 那再来呢如果你都符合这些规定 当然你就必须要在旁边住民 然后最后呢刚刚有讲了你就是另外呢 除了你要符合其他上面的条件以外 在这边你要符合至少其中一个规定 第一个规定呢就是说你并没有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覆盖期间或申请豁免期间 你并没有减少全职员工人数 也没有减少大家的这个薪资超过25% 或者你如果说你有减少了人数 可是减少人数是因为政府这个CDC的规定 然后银行就有60天来处理你的这个宽数的申请表格 那这个是Easy Form 应该是就是比这个另外那个全部11页的这个3805是比较简单 3508是比较更简单来填写的 就是从你你在填写这个申请表格的时候 你才选择说你要用8周还是24周 所以现在我们鼓励大家 其实你也不用急的去跟银行提交这个申请豁免的这个申请书 当然说如果有可能你想要已经8周或24周都过 你想要马上申请是有的客人是说因为这个豁免期都过了 他想要知道说他可以收到宽数的有多少金额 然后也有可能还会再减少员工 因为所有他所看的员工人数是只有在你这个覆盖期或者是宽数期 那也有可能说这个覆盖期或宽数期过了后 万一说公司还是没有办法回复到原来的水平 就是还有可能要再减少员工人数 所以他们会想要赶快把这个申请表格递交出去 那可是就是在你申请的时候你才需要决定说 你是要用8个礼拜或24个礼拜为你的覆盖期限 据我了解是不行的 因为你递交出去的银行就开始处理你的申请表格 所以就不能再改了 如果说是你有请员工来上班 那你所需要保留的证明文件就是你给员工的一个书面声明 或者你也可以是一个电邮 就是说我请你回来上班 那他并没有 如果说员工拒绝回来上班 政府并没有规定你说必须要有书面的证明 说这个员工告诉你他不回来上班 然后你有诚心的邀请员工回来 那这就是你的一个证明 那如果说碍于说其他CDC的这个规定 你没有办法请员工回来上班的话 那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说明 说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六尺的安全距离的关系 所以你没有办法请大家回来上班 是没有时间的限制 所以就是等到你这个覆盖期结束以后呢 其实你有九个月的时间去跟银行申请这个豁免 所以在目前这个申请表格上面 它说截止日为10月31号2020年 可是那是需要改的 因为现在你这个覆盖期间 这个宽数期间可以一直到12月31号2020年 所以意思是说你其实一直到9月都还可以再申请豁免 对可是一般来讲这个EIDL呢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银行政府给你的一个补助 就是他们所谓是一个grant 它已经不是一个loan 所以其实是说EIDL不包括在PPP被豁免的金额里面 可是你也是不用偿还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要看银行 据我了解是应该不行 那他们如果说银行说没有办法全数豁免 那他应该银行会提供一些理由 为什么没有办法全数豁免 那如果说是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个60%的标准 比方说你贷款只有50% 花在这个薪资上 那你可能只有50%可以得到豁免 然后10%要偿还的话 那这个规定是非常实的 那你就是必须要偿还那个10%的差别 那是没有办法的 那如果说一般来讲 如果说银行说没有办法全额赦免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第二次申请的 所以在你递交之前 你要确保说你所有的资料都齐全 而且你提供的数据 这个文件都是正确的 不会因为他所看的只是这个覆盖期间 所以你这个覆盖期间已经过了 不管是8周或24周已经过了 那你目前你在等待银行批准的时候 他们一般不会再问你说 在这段期间你的员工人数是否有在继续减少 这个payroll cost包括就是年薪的10万块 年薪为基准 再加上这个员工医疗保险 再加上这个退休账户的 如果说像说有401K 那这个雇主有替员工付401K 或其他的这个退休账户的这个储备金的话 那也可以算在里面 然后在这个所谓的员工税呢 这个联邦的安全税 以及这个医疗税 是不可以包括在里面的 再一直强调联邦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还有Medicare 这个医疗税 以及社会安全税 是不可以包括只有州 像说在加州 我们公司都会在付这个 所谓的员工训练税 Training Tax 那是可以包括在里面的 所以员工你的薪资 如果说这个月薪资是5000块 那你扣了员工自己本身的这个社会安全税 以及是医疗税 还有这个SDI的话 这其实都是全部包括在员工薪水的里面 不是包括在雇主的员工税里面 房租还有这个房租是包括这个动产以及不动产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租电脑 机器什么设备 这些都可以包括在里面 不光只是这个不动产 像说工厂厂房 办公室的租金 就是任何的这些动产的租金 也可以包括在里面 然后必须就是说这个租约 所以必须在2月15号2020年前就已经有的 然后再来就是水电费 刚刚有讲的水费 电费 瓦斯 或者是这个电话 电话如果公司的电话 还有这个internet 网路费用 还有这个手机这些都可以包括在电 当然就是公司自己付的 不是给员工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如果说公司有贷款 这个房屋贷款 如果今天诸位买了一个厂房 那有付这个mortgage interest 那这个也可以包括在里面 现在是原来是说六个月就要还 那目前六月五号新通过这个法案 是说你可以到两年后再还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PAY商业发展中心 我们是一个非牟利公司 我们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我们有一个专业小组 特别来为小型企业 帮助他们怎么申请贷款 怎么应付这些不同的问题 特别是商业方面的问题 好像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服务 就是要把最新的信息 带到我们的社区里面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 除了PPP贷款 除了SBA贷款以外 我们公司也有其他的低利息的贷款 比如说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CDBG就是洛杉矶县第一区 非建设地区贷款利息是低的 而且还款时间有延迟6个月或12个月之后 才开始还款 另外第二个就是Economic Development Assistant EDA也是一个小型贷款 特别是还有其他很多小型企业 可能还没得到SBA 那个Disaster Loan EIDL或者是PPP的 这些小型贷款都是特别为你们设计的 还有就是CDC Small Business Finance Emergency Relief 那Small Business Loan也是其中一个 还有在这一个期间 有不同的时候 都有其他不同的免费的 那就是说Grant 就是一些可能是州政府地方政府 所批下来的Grant 就是不用还的 是给你们的小型企业的补助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我们的义务就是要为 我们的小型企业 一起跟你们渡过这个难关 给你们大家带来一个服务 可以为我们的社区 保持我们社区的状况 在这里我就想鼓励大家就说 哎呀他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哪一个贷款 他可以申请的下来 也不知道说到底外面到底有什么贷款 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联邦的以外 有什么还可以帮得到我们 那我就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联系 跟我和YLIN联系 因为除了刚刚YLIN所讲的这些贷款以外 好像在那个LA City of LA District 12 12地区 有一些是零利息的贷款 也不断地在 就是不断地 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否在District 12 或者是District 13 所以像这样子很多那种免息的贷款 也是会在外面是有的 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跟我们联系 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 去寻找知道外面有不同的贷款 我们来帮助你去填这些表格 帮助你申请 像YLIN讲的 我们是非名利机构 我们为你提供这些服务 都是完全免费的 因为大家已经在很忙地去找这个重新开业 发展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规定 怎么样去符合规定 怎么样去重新建立生意 这些的话大家都非常的忙 那么到底怎么样去找到更多的这些 finance或者贷款的资讯呢 那把这个工作就交给我们 你们来跟我们联系 我们去帮你找和告诉你 我们所知道的一些资讯 来省下你这方面的麻烦 那这是我们希望非名利机构 能为大家做得到的 是我们的联系方法 是您可以在这里看的到 好 like